煤炭从这边上面倒下来 七十一岁王先生家后面就是煤矿场二坑就址 回忆当年父亲在矿坑上班 抚养六个小孩相当不易 还有部分老矿工住在这 万里全盛时期有超过五十个矿场 当年是矿业用地时 可以设置办公室和矿工工僚 后来终止矿业却没进行地幕变更 工僚无处申请合法建造与收散 我有记忆我就住在这边 之前有的房子可能都是日居时代 就有盖的房子 后来就是这边台风也多了 雨水多比较潮湿 那些木板那些瓦片什么都很容易腐蚀 在中府里像这样的房有近两百户 十多位代表集体找里长陈勤 先前瑞芳金光石与九份地区 曾透过申请审查解决地幕问题 取得合法建筑物的身份 居民们希望比较办理 这一类型的很多啦 希望说能够这样就地合法这样 不要再用我们说我们是违建这个字眼 这个听得真的很不舒服 不知万里 喉童矿坑后代也面临同样问题 矿工一辈子的熏血都把它滑在这里 把它自己盖了一个房子 滑在这里 你说你把它认定为违建把它拆掉 残不残忍 经济部矿业管理中心 目前正清算全台土地编列 煤矿区有几户 在交由内政部研究后续处理 希望别再让居民背负 难以承受之重 三地新闻蔡玉智鲁配与新北采访报道